各地的晒秋大赛也开始陆续上演了 户外晾晒的农作物成了山间最靓丽的风景 安徽黄山社县阳产村 位于晚南山区的群山当中 依山而住的土楼错落有致 当地村民们趁着阳光正好 利用自家窗台屋顶 把一些蔬果晒干之后 以便筑藏储存 金灿的玉米 火红的辣椒 橙黄的南瓜等五颜六色的农作物 与土楼交相辉映 构成美丽的晒秋图景 而在贵州锦平县秀栋村 村民们把从地里采摘来的 玉米辣椒小米等农作物 铺晒在广场上 人们三三两两 或铺晒农作物 或休息聊天 尽享丰收喜悦